缭绕,白沙般柔柔地漂浮在空中,树木静静地站在蔚蓝的天空下,张开双臂迎接阳光,阳光像一缕缕金色的细沙,穿过重重叠叠的树叶照进来,斑斑勃勃地刺在草地上,你有多久没有听过森林的呼吸,又有多久没有清静自然了。 那些苍翠的树木,溪流,草地,新鲜的空气,是否成为你记忆中的自然气息,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疾呼汽车Alpha S,Alpha T森林版,一起去感受森系之美。 此刻我沉浸在这种森系的美景当中,感觉身心是自然的放松了,那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 首先呢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吉胡Alpha S森林版,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呢是18.58万到28.08万元,这款车共配备了六款车身颜色,以及呢三款内饰颜色,共均选择。 前两设计方面呢,它是秉持了这个吉胡家族这种无界美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 X型伸展的这么一个射线形式,充分展现了吉胡的家族DNA。 大灯也跟我们设计的非常犀利有线条,让整个前链呢更具有杀胜力。 车人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930毫米,1940毫米和1599毫米,轴距则是2915毫米。 轴距比2875毫米的特斯拉Model 3要长出40毫米之多。 在车身侧面,它的跨界位十足,兼容了轿车、旅行车、SUV各家之所长。 颜值实用性上得到了一次很好的融合。 那车门把手也是采用这种以藏式的设计。 这个设计是中高端纯电动车的标配了,进入到车内科技感十足的超大尺寸双连屏,质感出色的内饰用料, 都会让你直呼高级高级。 而另一款森系车型同样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几乎R8T森林版,依旧采用家族化的设计。 车头采用风批式的前列造型,中间配备了几湖车标。 新车全系标配了LED大灯组和自动大灯功能,辨识度非常高。 横扶式的试条拉伸了整个车头的视觉宽度。 车身侧面、车窗以及车顶都是采用这种黑化的处理,营造出悬浮车顶的感觉。 车顶的线条是向后倾斜,给我们一种灵动的造型感。 腰线则采用这种上扬的趋势,同样配备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银黑双色的轮毂采用这种低风阻的设计,运动感十足。 在内饰方面,采用的是整体环抱式的设计。 多功能方向盘采用双幅设计,做工非常精良。 实际的握持感以及舒适性都非常不错。 清新的绿色涂装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舒适。 大年级的软性材质也带来了不错的质感。 缝线的处理也比较讲究。 以后αS森林板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清新的森林般的感受。 但是如果你仅仅认为它是带有这种佛系感觉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它会有血脉喷张的一面,零排加速4.2秒。 而且它还带着这种弹射起步。 所以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这种豪华跑车的这种即适感。 底盘悬架也经过了进一步的优化调整,所以开起来就是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 一路测试更是达到了77公里。 这个相关的优异成绩可以吊打一众自主品牌了吧。 在试驾一天中,我们把各种不同的路面都试过了。 在这种坑扎路面的情况下,我发现几乎Alpha S森林版这个底盘悬架表现是非常令我满意的。 在产生这种第二次弹跳的情况下,它并没有把这种影响我们舒适感的弹跳传到左舱内。 所以我们坐在车内,感觉更多的就是舒适二次。 那几乎Alpha S森林版这个NH表现如何呢? 经过我试驾,我觉得它整车内给我呈现的状态就是静谧性非常不错。 在我们城市铺装路面行驶状态下,它车内是保持非常安静的状态的。 即便我们把车行驶到这个高速路面的情况下,时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整车内依旧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 我跟我们自驾的同事在聊天的过程中是绝对不用靠后的, 正常的语调和音量就可以了。 如果说两车的外观以及内饰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下面为大家带来两车三系车的亮点, 肯定会让你感觉更加的亮眼。 坐在三系座舱中,我们可以轻松呼吸, 因为它采用的是行业领先的PM2.5加CN95抗菌绿芯, 由中期连任症的金鼻子小组,全生命周期进行检测。 8分钟就可以将车内的PM2.5从600降至到15以下, 保证我们车内的空气质量达到优。 三系座舱给我们配备的负离子发生器, 浓度可以达每一方厘米10万个, 而且它座舱内常温和高温暴晒后, 车内VOC和气温均优于行业标准。 它坐在三系座舱车内,不仅给我们提供这种舒适的座姿, 还给我们提供这种优质的休息。 三系座舱座椅呢,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体型专属设计的, 是采用垂直三层的发泡结构, 睡眠包裹性更加舒适。 后排的双层隔音隐私玻璃, 带来了一米生涯级的安静体验。 即便我们行驶在闹事当中, 也能给我们这种非常静谧的享受。 而后排的大平层体现, 也给我们提供了最宽敞舒适的休息空间。 宝宝在后排也可以实现自由跑来跑去了。 三系座舱还对坐在车内的儿童是非常友好的。 它是首个中气炎认证的儿童优先健康座舱。 全车是采用这种低VOC, 低气味的环保材料。 在不同的车速下, 每个座位都进行了这个电磁辐射测试。 所以宝宝坐在车内, 我们再也不会担心它的健康受到影响了。 在安全方面, 它也是我们随行的安全堡垒。 几乎车身达到了CNCAP五星安全标准, 而且它采用大量的镀芯钢板和铝材的使用, 使整车的耐辅实材料超过了80%。 在电池安全方面也是非常可靠。 它是采用业内领先的电池预行系统, 24小时可以进行云监控, 而且几乎品牌迄今为止零自然, 这也是非常值得引以为傲的。 另外, 电池经过了120度箱测试, 保障电池在各种适应场景下的安全。 在驾驶安全方面, 同样给我们提供了细心周到的相关功能, 多项主动安全配置, 如车道居中, 限速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 前碰撞预警等等, 而且前排安排了智能预警安全带, 从容应对途中的紧急情况。 360度的全景影像, 可以看到车辆周围的影像, 以及底部的影像。 αS和αT的森林版, 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新豪华品质。 首先从续航方面, αS森林版的续航升级至735公里, αT森林版的续航可以达到688公里, 它是30万以内, 唯一配备四门电动门电锡门, 打开车门后, 可以用钥匙关闭车门, 副驾就可以实现五感关门, 越一级独有的AR感应式尾门, 脚踩投影, 即可开启, 真正做到了安全灵活的解放我们的双手。 而且在座舱内,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用料也是展现得很豪华, 在顶棚立柱, 大面积采用这种脊皮绒的材质, 达到了视觉与触觉, 双感豪华。 另外, 它还拥有小气时光, 极致节能, 清新换气, 沉浸影院, 洗车模式, 宝宝睡眠, 露营模式, 等八种场景模式, 还可以自停一座舱, 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你是否对这两款车也死动了呢? 是否也想开着它们, 去林间, 听风小气, 在夏日与清新同行呢, 几乎αS森林版和几乎αT森林版, 将森林搬进了座舱, 那就让我们乘着心系的翅膀, 让我们的用车生活, 从深呼吸开始吧!